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民当家 我是婉伦 我是刘 Lio老师是唯一实地则翻产业的分析师 业界唯一 选股绩效超越法人 领先同业 大盘在跌跌了166点 但是我们的优群 渐荣 绩效高达14% 15% 一个领先翻红极拉 一个获利续报 什么是Lio最看重的呢 为何要报股呢 什么时候可以拉回找买点呢 02-7725-1500 02-7725-1500 请利用影片的下方表单索取哦 那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时候报股 就是我们要来问Lio老师的 请帮我们来切一个我们的小画面 老师 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要报股 为什么是或者是说 为什么要拉回找买点呢 好的 那我们先看到这个国际市场 确实动荡不安啊 一下子这个银行 一下子那个银行 那人心惶惶 那股票市场就跌得稀里哗啦的 看起来好像真的很可怕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有国家有政府在背后撑腰 根本就不用担心也不用害怕 因为国家的力量是凌驾在一切之上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市场风暴会害怕 会紧张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我们看到瑞士信贷银行 好瑞士信贷银行是哪一个国家的银行 瑞士啊 没错嘛 他的名字是冠上国家的名字 那如果这个银行倒了 对于瑞士这个国家而言 是不是很丢脸 一定是 可耻嘛 对不对 好那重点是 你看到这个新闻讯息 大家一开始昨天下午就很恐慌 他的大股东是沙奥地阿拉伯的国家银行 他是一个主权基金投资了瑞士信贷银行 他投资多少 他投资的比例好不到10% 可是因为 可是他已经是最大股东了嘛 新闻讯息传出来 大股东没有办法支援 他说拒绝提供任何的援助 拒绝这个增资 市场就很害怕 那这样子大股东都不救了 是不是大股东都放弃了 这个说实在的 他不是不救 你自己投资的公司 就是如果你不救 他有钱嘛 沙奥地阿拉伯绝对是有钱的 你如果不救 那最大的受害者 当然就是你自己嘛 因为你是最大股东嘛 他不救 是因为他们的内规啦 他们的这个风控问题 因为投资 他们的基金主权基金 投资单一的公司 不能超过这家公司 持股10% 当做上限嘛 所以如果还有这时候 这个沙奥地阿拉伯 这个国家银行又注资的话 就超过10%了嘛 所以他不是不救 他想救 但是他不能这么做 好 可是说实在的 也不用他救啊 为什么 我们看到 这瑞士信贷的这个股票 昨天是大跌 跌13.94% 希望在哪里 盘后是上涨的 对啊 涨5.56% 为什么 你看哦 这个新闻讯息在盘前 熔断 暂停交易 跌20% 但实际上开盘的时候 到收盘 只跌13.94% 盘后还涨了 将向瑞士信贷 提供流动性支持 你如果资金不够 好 那瑞士信贷 其实他还是有很庞大部位的资产 拥有很大量的这个政府债券 你可以像瑞士央行转融通 带一些资金出来 这个债券 其实只要持有到到期 都不会有亏损的 因为它是政府公债嘛 那为什么市场 对于瑞士信贷 这家银行 就是突然 这个感觉上好像信心崩溃 最主要是它的财报 重编 你知道啊 就像我们 就像我们这个上涨柜公司一样 这个一般财报如果重编 大家就会觉得 你这个去年财报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你怎么会重编呢 乱七八糟 对 所以市场怀疑它的内控有问题 但它自己也承认啊 存在某些程度上的问题 所以关于它的现金流量问题 现金流量表 它又重编 数字不一样 那美国警告它嘛 结果美国自己 美国自己比别人也都更惨 更倒爆雷 一下子就倒了两家银行 好 所以从这个 Silver Gap嘛 这个银门银行 到这个矽谷银行 到这个签名银行嘛 那在瑞士信贷 下一个银行 大家都很担心 这个黑天鹅不是只有一只 到底有几只啊 搞什么东西 对不对 搞什么东西 对好 那老师怎么办呢 我要跟大家讲我们的看法 好 我们平常在操作股票的时候 大家熟悉的是一般的公司嘛 对 公司派是不是最后的赢家 是 他是永远的赢家 我想这一点大家都可以认同嘛 因为公司派 如果公司接到订单 他一定是第一个知道的 没错吧 对 他掌握第一手讯息 一接到订单 马上就可以算出来 这笔订单可以赚多少钱 只是他可能还需要好几个月时间 才有可能把订单变成营收数字嘛 等你看到公告的时候 甚至看到新闻 他都很后段了 所以公司的老板 公司的大股东 绝对拥有第一手讯息 而且他们手上 这个股票很多 因为公司派你要掌握一家公司 持股动的几成 两成 三成 四成 五成 甚至有公司持股 六成以上的 所以他所握大量的股票 他手上有第一手的资讯 又有大量的股票 大股东手上都很有钱啊 这样肯定是赢家 一定赢的嘛 好 那再来呢 政府 你觉得政府力量 也会比公司还强 一定是啊 一定是嘛 国家的大动量 只要有任何一个政策 比如说像之前风力发电 政府说要做这个风机 一大堆 除能股啊 除能 一大堆风力发电的公司 一大堆这个相关的 这个公司全部都碰翻了嘛 那再来呢 如果公司 如果说像中国啦 他随便推出一个 这个监管措施 他之前在监管中国的 这个补肖业者 或是在监管中国的 这些小公司嘛 他在一出台一个讯息之后 一出台一个法令之后 哇 相关的公司就倒大煤了嘛 所以监管法令 任何一个讯息出来 他可以影响到公司 因为政府力量实在太大了 那我们看到最近的美国政府 他宣布了这个讯息 可以让所有的存款户 通通可以领到钱 甚至于这个有问题的银行 资金有困难的 你就把你的债券 不用放大到齐了 你现在有困难 需要用钱 就直接拿来向美国政府 来做一个抵押 美国政府央行借钱给你 是 就是措施出来了 所以市场就会出现一个 稳定的一个反弹 哇 所以 政府 它是可以让公司 从地狱 回到天堂 最重要 就是政府啊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平常在跟这个公司打交道 你就觉得公司派是赢家了 但是 政府的力量是远远超过公司派的力量 真正的大赢家 所以我说过 不能跟政府作对 你知道吗 老师在Peregram昨天有说 讲很多次了 所以 你看外资或是法人 其实只要政府在救世的时候 他在做一个政策 在推动一件事情的时候 基本上 所有的这些外资法人投信 或者是中石户主力大户 包含散户 你都要顺从这个方向 那现在的方向是什么 就是 美国 他不想让银行出事嘛 不想让风暴扩大嘛 那英国 我们看到矽谷银行在英国有分行 结果汇丰银行很快的出手 一块钱没 一块钱英镑就把这个 英国的矽谷分行买起来 那瑞士的这个政府 他会让瑞士信贷出事吗 不会啊 前面叫瑞士信贷 今天如果是美国银行 美国 这个如果出事还得了 台湾银行 台湾 这个 挂台湾的这台湾银 感觉就会完蛋 就完蛋了嘛 真完蛋 这不能倒的公司 你知道吗 好 比如像玉山银行 玉山是不是台湾的这个精神象征 对 可以出事吗 不能 不行嘛 对不对 完全不能的 所以政府不想让他倒 他就不会倒 你知道吗 好 所以这个是这个美国政府 这个拜登出来讲话 哇 所以他有一些创 有一些方案嘛 所以像现在这种情况啊 当然我们自己不恐慌 可是我知道市场是恐慌的 难免一定会震荡 是啊 可是我们现阶段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这样做啊 就是我们现在在找的就是 今年比去年成长 而且明年又比今年成长公司 逢低进场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真正的价值所在 你要找价值 有价值的公司 而不是看价格 因为当市场很混乱的时候 大家会乱砍 会乱杀 心会慌 你就想卖股票 好 所以我想投资朋友 这时候你应该是要 乘乱布局 买未来的翻倍股 好 02-7725-1500 02-7725-1500 赶快上车 好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美国的 这个经济数据 其实啊 昨天晚上公布的PPI 对 什么是PPI 这个是 PPI就是生产者无价指数 生产者的这个通膨 他会遞延到CPI 就是消费者 因为商品 你是有生产者制造商做好之后 他会先进口一些原物料嘛 他先做好之后才卖到消费者 消费者的这个物价是看CPI 所以PPI是生产者 它是上游 上游的通膨 如果是往下降的话 那换句话说CPI部分也会更降 所以为什么我们除了看CPI以外 你还要看上游的PPI 那PPI里面我们看到年增 本来预期多少 5.4 结果数字呢 4.6 很低耶 对啊 前期是6耶 那我们看到核心CPI 核心CPI前期5.4 预期5.2 实际呢 4.4 有够低的吧 有够低 全部都比市场低 而且你知道吗 现在美国的联准会公布的利率是多少 现在已经升到4.75了 换句话说 我们看到的PPI现在4.4 4.6 不管是核心的 还是这个原始的这个PPI 都已经低于美国联准会的利率4.75 换句话说 实质的利率已经翻成正值了 所以他已经压住了 已经超过了 超过这个通膨了 好 所以数字很好 但为什么昨天美股还是跌 就是恐慌嘛 就是恐慌 好 所以台北股市间也是一样 开小低之后 震荡越走越低 好 尾盘有稍微拉起来 可是你们发现 期货跟现货之间逆价差 其实是收敛的 恐慌情绪有在消退 好 纵使间下跌 确实这个毋庸置疑 真的就是下跌 坦白讲 本来你在原来区间上去之后 你应该就不能下来 可是他下来之后 他又跌破区间下缘 可是我们看到下面有个很重要的季线 季线 这一波季线 他现在是往上的 我认为他会在季线附近 来回震荡整理 花一点时间 无伤大雅 但是有些股票 他现在就比大盘来得更强 这就是我们要关注的了 比如像这个建隆 我都说他是不是像暴龙一样 怎么那么凶猛 大盘今天在往下杀的时候 其实 所以晚轮的字卡 他又冲上来了 没有因为他盘中盘中太强了 但尾盘有一些震荡 可是我认为 他震荡震荡之后还会继续往上 优群也是一样啊 非常强啊 顶针翻红 有没有他是一开盘就翻红了 很强啊 你看这个优群的部分 有没有 前面的高点已经很接近了 而且他是多头的架构 完全没有任何改变 先进光也很强啊 翻红啊 他找盘就翻红 而且他现在是怎样 他现在是五分钟 没有他现在是五分钟 储置你知道吗 储置的股票 这个你还愿意 先去这个把钱 汇到这个正确公司的户头 然后再做买卖的动作 这个很复杂很麻烦你知道啊 他还有办法翻红 就代表说这家公司 想买他的人啊 意志非常坚定啊 光学镜头的 你看这个多头格局 没有被破坏啊 还是很强啊 那光杰 光杰 光杰也是啊 大部分时间都在盘上啊 好 所以你看这个现行 头信买很多耶 头信买一缸子 最近大概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头信一直在买 好 那再来呢 巨宏 昨天我们特别讲了 AI助听器嘛 有 他的商业模式还没有正式成型 他才刚刚从卖记忆体 变成要转型成卖助听器 那这个助听器 他还没有正式 有了 应该是这样讲 已经有在卖了 但是量还是相对比较少 那当然他们现在在等待一个契机 等待一个爆发点 但是要真正大爆发的这个时间点 目前看起来还需要一点点时间 但我认为如果从长线角度来看啊 这个市场是非常庞大的 而且商机真的是非常有潜力 好那IC设计这个APP的部分 我们有提过嘛 说下半年才好 哎 今天大盘很弱哦 他股价还蛮强的 他比大盘强啊 不是你看他整体 他的股价就是多头的格局 没任何改变嘛 昨天还创波段新高309 如果要弱的话 维持强势 今天早就该弱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3661四星KY 其实在昨天有办法说嘛 讲的不错 今天走势就特别强 所以IC设计股票 其实我认为都可以看 都可以看 好那 那飞红 飞红 飞龙在天 飞龙在天 充电桩 去年我写篇文章 我说电动车普及的关键是什么 充电 就是充电桩嘛 所有的车子 全部都变成电动车之后 请问加油站要来干嘛 就不需要加油了 不需要了 现在要充电桩哦 所以所有的加油站在将来 比如说五年十年之后 陆陆续续 他的这个加油站会变什么 会变成充电桩 这样的个股 绝对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它是一个 几年 它是一个长线大长线大多头的一个股票 那我认为这个公司 它就是未来会翻倍成长的一个好公司 纵使它今年看起来 应该是还好好的 就是平平的 可能比去年成长一点点 可是重点我们看的是明年 后年 大后年 它的成长 好 那我想有兴趣投资朋友 你可以仔细的去研究这家公司基本面 包含像台泥 包含像这个壳牌 好 这个大型的石油公司都找他合作 为什么 为什么石油公司要找他合作 你知道吗 石油公司最终啊 如果所有的车子他都不用这个汽油 他就变成说 他变成电动车之后 那请问这个石油用量是不是变少 是啊 那他也要转型嘛 要投资未来 投资下一个时代 好 所以你看 早上我们在Telegram有跟大家分享 我说这是未来的翻倍成长股 结果很快的尾盘是收相对高 他是拉起来的 那这个泰帽也是一样嘛 泰帽在 泰帽他早上还有小翻红 后面慢慢往下杀 为什么往下杀 其实这个很容易看啊 这个 有些脚外子 这个户头在这个里面 出来说去出来说去嘛 前一天 哎 买比较多 隔天他们就卖出来 他们都这样子 常常都杀进杀出啦 但我认为 我们看这家公司 我们不是看筹码 筹码对这家公司而言 其实他是相对安全 而且是稳定的 应该说非常的安稳 非常非常的安稳 好 你主要 我想投资朋友 为什么在今天 我还跟我教程讲说 这个地方拉回是买点 是买点 74块75块的地方 我认为 从长线角度来看 你可能过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之后 你就回头来看 你会发现 哎 真的耶 这个地方 大盘在跌很恐慌的时候 反而是一个买点 好 那当然我们这个第一波 我们在去年的这个 前两年前 我们一开始 就是跟大家分享 前面 对 那去年12月27号 法说会 当时买多少 30.8 好 那你看哦 今天 7475 应该还是很多人觉得贵 对啊 但是对我而言我觉得不贵 今天 哎 应该说昨天 昨天 有发布一个重大的讯息 有公开一个讯息 那我想投资朋友 你如果真的很认真啊 你真的对他有兴趣的 你就直接去公开 时讯观测站去看 或者是找新闻 就了解一下为什么要吃贵 我们就卖个关子啊 我觉得投资朋友就这样 你不要在底下留言 你不要只听我们讲 你要自己动手去搜寻 自己动手去看 你自己有研究的 你才会有信心嘛 对 好 那像这个除能 他的真正的未来 我认为会非常有潜力的一块 市场上目前我想 几乎没有人在讲这个事情 唯一 没有人在讲这个事情 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法术会 他们不知道嘛 对 这个一文文1973 我强调很多次 这个是 for美国 for加拿大 产品要销售到那边 一定要的认证 而且这一个特别的 12伏特5安培的这个认证 这一张在当时 他拿到的时候 是全世界第一张 那我不小心 现在是有没有 有没有其他拿到 但是至少在当时 他拿到的时候 是全世界第一张 好 那我想 这个趁着目前市场 真的还是很恐慌的情况之下 当别人恐慌的时候 你就应该把握机会 没错 因为超跌才会有超额的报酬嘛 对 到底要怎么样拉回找买点呢 要怎么样掌握下一档 0277251500 0277251500 帮我放大这个画面哦 找对时机点才可以坐在最佳的位置 那我们影片下方呢 也可以填写我们的表单上班时间呢 帮我打0277251500 那我们股民当家 下回再会咯 拜拜 拜拜